要我说来找一毛坑子扎死我了 是不是人家说你两句 人家说你两句还不说马哥说你 对呀 那代表 管人是代表 大家好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咱们继续马哥天堂公园聊天的栏目 北京迎来了一场春雪 雪后的天堂公园蓝天白云格外的漂亮 人们纷纷走进公园 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恩赐 近期呢 冯谷大战呢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 马哥呢用自己独特的语言 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让我们来共同欣赏一下 就现在说这个 这叫什么呀 冯 这个冯谷大战 冯谷 冯是冯小婷 谷那是孔汉林 不是不是那个冯谷 搭的也有他 还有他 也有他 他也 冯谷跟咱这徒弟 已经过了小天了 也在也是回嘴这个中国单独这个的前队长冯小婷 还一个呢 回他呢 还一个是这个著名的独球评论员 这董璐 对董璐 董璐这回发声发的挺邪乎 是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激动他 这回的战争咱们还 这回的这个这战争打起来啊 还挺纳闷 那时候我认为啊 这个文体是一家 嗯 是不是 你看这文艺圈 和搞体育的 他们是一家 对 你知道吗 他们没发生过什么 一直就是一家 没没发生过什么矛盾 可能现在这回呢 就是董璐林在这个人大会上啊 人大会上就是休息时间不可能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董璐林把这个中国男族 就那意思国家花那么多重金啊 是不是啊 培养你们 而且你们呢 也不少挣钱 你们最后提出的成绩啊 跟你们所得的这个这个薪水啊 不匹配 不匹配 是不是啊 没错 是这意思 对 其实他这么一提呢 其实是很正常 本来现在的族协就准备要给这个中国男族啊 降薪 哦 现在已经说落实了 落实以后是几百万嘛 这那咱就咱就不说了 对 后来呢 反过来这事儿完以后呢 这个著名的评论员这董璐啊 嗯 好家伙在网上吃了药似的也不怎么着 怎么说的他 原来我觉得他解除才行啊 是啊 他跟谁一波啊 他跟原来那个谁 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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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死的那评论员叫陶伟吧 啊陶 陶伟就不死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他们是一茬的 还有黄建祥 黄建祥 可能黄建祥啊 可能比他大点小点 反正他们咱那儿老看 没事 他们仨人 他们仨人 原来都没发生啊 是不是 嘿 这也不怎么戴上 你就骂上了 那意思 你的你的演小品的 你说我们足球没冲出世界 给国人争脸 你小品出国给争脸了 所以说这话 你说让人一听多混蛋 真是 小品有上外国演的 对啊 语言也不通啊 所以他就这 这一不要紧 这两家啊 这俩人啊 就得在网上就怼上了 嘿 这一嘴不要紧 我又心说了 好 盎上去打鸭子 正中额门 哎 一球呢 你跟他们练嘴 在这儿 你打得过吗 啊 而且本身你足球 你现在做的就是没理的事 是 全国人民都知道 也不说今天一年拿你的足球打仨了 是不是 这三十年了 对 是不是 国内国 当然我也说过 国内连在踢的 他们热瓢似的 你知道吗 等到最后 整体的国家这个组织 那么二十二人的队 没在世界上露过脸 尤其这回你这越南你都输了 你还能不能说什么 说 净现眼了 要我说 在那找一毛坑子扎死得了 是不是 人家说你两句 人家说你两句 还不说马哥说你两句 对啊 人家代表 人家管的是代表 对啊 虽然人家是演小品子 你看不起人家 行 这回你就算吃上了 我跟你说吧 没错 是不是 这回他们这回 你把这事又掀起来了 这好好处处处理你 而且现在也不正查 他们这个足球内幕 你知道吗 黑内幕 真是 就不天津那个什么 董事长不就逮进去了 是吧 对 他也这里涉黑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再说一个什么事 这个 这个 你足球没踢好 所有足球以成绩论英雄 没错 是不是 你球没踢好 你就服服天洁的 怎么检查自己 听人骂 人就差打你了 人也没打你 车人骂 听人评论 对 你还不服气 所以呢 还有一些 你本身 你懂路 你跟人回嘴 是吧 回嘴 你不就一评论员吗 对 你不是吸血 为什么他要回嘴 咱们得分析这事 就证明这回足球改革 可能影响他那杯羹了 我估计是 因为他有一个青少的培训队 他办的 他办的 是不是他办的 是有啥合资 也许他是 这里的是一个 是个主要人物 你知道吗 可能是影响他这利益了 你知道吗 都不提球了 都不什么了 这国家队也解散了 他挣谁去了 对 其实你 其实你懂路啊 你吃了国家 足球男足的这个 这羹了 你占了大便宜了 真是 是不是 人家说你两句 你就瞇着 人家黄建强都不愿意 还有说咱们国安 张禄 张禄 对对对 人也不愿意 人都不愿意 你没成绩 你愿意什么 你愿意 那咱们谁说 说人女排不好了 对 是不是老给国人争光 没错 是不是 就跟这孩子似的 你要学习好 你有点 那个小毛病什么的 也就盖过去了 没错 是不是 如果孩子一考试 就老是一百分 那一百分 这孩子讨点气什么的 折腾点什么的 这家长都能 都能糊了过去 对 你本人最后 你也不听话 这孩子 那儿也不好 那儿也不好 等他们老 他们灵带 他们不找到 找什么的 他妈没给你抽死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中国男族 就是比喻这孩子似的 没错 你现在就检查自己 为什么提不好 现在不是国家正在出重点 解决这事了吗 对 查他们内幕呢 你知道吗 这得好多复杂的事呢 咱马哥也说不清楚 所以就是说 这位这逢巩大战 马哥对这个看法 就这看法 老老实地检查自己去 是不是 多少再让国人 敬奔一回 不管是怎么 他妈使劲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对 别再输缅甸了就行了 没错 这不再两天 还要两场呢 还没踢完呢 过两天啊 二十四号嘛 那这要再输缅甸 你已经没有出现的能力 就看这两场吧 说还得踢呢 你不踢不行啊 说我已经出现不了了 出现不了也得踢啊 对 是不是啊 你看你怎么表现吧 你是放水啊 你是 你是在这上这躺着啊 是上厂上玩手机去 咱就不管了 反正你得把这球里对不下来啊 这是国际比赛啊 没错 是 走 好 谢谢马哥 你看马哥精彩的评说 迎来了旁观者的掌声 就像马哥所说 都踢成这样了 还不允许别人说什么了 也是希望男足在今后的比赛 表现出男人的骨气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你对马哥所说 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